牙签斗摇姬说的就是相声界悬案之一 后马二人在天津正面交锋 郝宝林来天津时 马三里已经是响当当的大腕了 只有张寿辰能算得上他对手 1940年 郝宝林来天津很快闯出点名气 1943年渐入佳纪 被评为五党相声之一 郝宝林属于外来人员 而马三里则是天津土著 两人又都在天津达到顶峰 成为相声界的双子星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自然会上演一出 猛虎斗恶龙的精彩大戏 再加上艺术家本身的高傲 谁都不肯敌人一头 铜马二人自然殊死决战 可以说从1943到1945年 虽说有五党相声一说 可真正的巅峰对决就是 马三里对侯宝林 两人拿出看家本领 是要压对方一头 拼上座拼收入 拼观众口碑 和现在的粉圈一样 能比的全要比 尝去原则听相声的观众 最津津乐道的就是 拿他们对比 马三里今天说了什么 笑了几次 猴宝林这次怎么着等等 两人竞争至白热化时 甚至传出了这么一种说法 马不能唱 猴不能说 所谓的马不能唱 不是说马三里不会唱 马老年轻时候 嗓子是能唱的 而是说跟猴宝林比起来 马三里唱的玩意儿 就不能听了 猴不能说也是这个意思 至于这场 长达三年的殊死PK 最终结局则是众说飞鱼 至今成迷 夜内流传一种说法 称猴宝林是被马三里 赶出天津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种说法是 两位大师各让一步 承认对方比自己强的地方 这种说法还留下一个美谈 即猴宝林看完 马三里的黄鹤楼 撂下一句话 这段以后不能说了 怎么说都说不过马三里 黄鹤楼可是一出了有话 猴宝林最擅长的就是唱 能让猴大师说出这句话 可见马三里的水平有多高 而马三里也对猴宝林钦佩有加 看完猴宝林演唱 马三里也撂下一句话 以后不能再唱了 咱唱的东西跟人家比 不是玩意儿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猴宝林败了 被天津观众 虚回了北京 这其中 一直有传同行挤兑等等 后来 猴宝林面对采访这要说 天津这五年 是我艺术上逐渐成长的过程 在北平 我只是普通演员 来到天津 我才有了名气 我这个演员 就是在天津 展露头角的 1945年7月 猴宝林离开天津 回到北京 不少人猜测 这是天津同行的排气有关 猴宝林在天津混不下去 这才回到了北平 甚至还牵扯到了马三里 两位向上太陡的 隔空对峙等 关于这种说法 无处可查 不过能确定的是 猴宝林重回北京后 碰动了整个北京戏群间 猴宝林马三里是向世界公认的两大宗师 官方点名的行业太陡北斗 为何总是遵猴养马 一直以来 两人都是并驾齐驱 有猴必有马 踢马必说猴 但在行内 两人的待遇又不尽相同 马老虽然在艺术上登峰造极 令人高山扬指 但他在地位影响力上 似乎总是略输猴宝林一点 向上一人对两大时代都格外推崇 听到二人的大名 无不干脑涂涕 一向桥骜不驯 谁都不服的郭德纲 因为少马爷赠送的客友马氏传人 差点激动地哭出来 成宝华八十多岁上综艺 赞美猴宝林往那一站就是大师 崇拜得几乎盲目了 当时的猴宝林以柳活文明 他曾经学过京剧 因此在猴宝林的相声作品中 学上占有很大比重 为此张寿辰先生还提出过不同意见 认为相声还是应该以包袱为主 学唱为辅 但猴宝林仍然坚持自己 前无古人的风格 并且自成一派 还在当时的小剧场演出中 首次作为赞底出场 为相声界赢得了荣誉 解放前 他就把地摊上的艺术 提升到了剧场赞底的高度 解放后 他更是把相声艺术 推到了大型晚会 甚至电视舞台上 从此 以猴宝林为代表的金派相声 正式登堂入室 我们现在看到的 马济歇车江坤老师 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相声 不得不说 其中就有猴宝林的功劳 对于猴宝林和马赛利的故事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精神富老冬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